哈喽大家好,相信很多小伙伴对裁切机没有太多了解的情况下 想拥有一台裁切机去增加我们的工作进度更加的省时省力 那么今天就给大家展示一下打印到定点图像裁切的操作流程让您一目了然 首先呢,我们第一步要先制作裁切的路径 把我们要打印的图案和好板放进我们的软件里面 根据我们的裁切需求去设置图案的一个路径 剩下的就是把细节调整一下 调整好之后呢,我们把图案导出放入PS里面做一个专色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前期的准备工作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熟悉的环节打印了 这次我们是做的一个烫银膜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烫银膜的效果也是非常的不错 打印完之后,我们把它剪下来放在我们的裁切机上面 打开西风平台让膜更好的附和在裁切机上面 选择路径进行裁切 剩下我们就可以坐等了 带大家看一下裁切过后的效果 特别轻松就撕掉了 屏幕前的你感觉怎么样 有想了解更多信息的后台可以私信我哦 谢谢大家 好